斗罗大陆最新剧情中火舞出现叫走了唐三 小五的醋意可不小 光是掐了唐三那一下 看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疼 这就像当初唐三送绣件给宁容容的时候一样 小五虽然不说 但是那醋意谁都能察觉得到 当然这次小五的醋意被大师与小刚给遏制住了 可惜小五却没那么容易放心 拿着相似断肠红的他 也来到了火舞和唐三所在的小树林 偏偏小五刚刚找到他们的时候 火舞面容呆滞地回忆着 曾经和唐三的种种 而唐三则是站在火舞的面前疑惑地看着 小五看过来的那一刻 火舞脚一滑 而唐三下意思的反应就是扶一下火舞 偏偏有些事情就是那么巧 火舞瞬间亲到了唐三的脸颊 而小五的那个方向正好有些错位 以为是唐三抱住了火舞 而火舞正在亲唐三 就这样英雄救美的戏码 瞬间变成了小情侣约会被抓现行 看看小五的动作就知道他意想多了 可惜此时的唐三可不知道小五看到了 估计就算是知道了小五在 他也是有理说不清吧 不仅两世为人的唐三 面对感情方面还是比较摘滞的 那么大家认为这个情况会如何收场呢 欢迎留言